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無上 孤芳 不戀 輝煌 阔炎泛华清香 明镜里虚妄 卸下红妆 晚上戎装 满目一腻风光 何场 不是沙场 秋迟冬来白鹿为霜 路遥日久离别乘伤 心若冲浪在你身旁 安放 我们一生有多长 来不及惆怅 天苍苍爱在上 抬头就遥忘 小红柔长 脸尘鸿 莫离锋芒 阔影如刀 我在手上 柔弯不忘 为选拔宗室人才 特赦亮室 凡成绩达标者 均可获封成信郎 想终身俸禄 不就是能够考题吗 还要把我过来抓我 害得我在兄弟面前丢脸 朝廷的舞台应该留给那些 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 而不是留给那些 有些才华 却有更多毛病的人 他们三分做事 朕却要花很大的力气 去为他们七分善后 这样的人 怎么能在我朝当官呢 相公科考放榜当天 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去军营干什么 叶长 我讨厌你 我现在非常非常讨厌你 自打你回京之后 行为举止种种怪异 神出鬼没 行踪可疑 到底是为什么 你是宁死都不说是吗 就连范大人也说 我写的字可疑假乱真呢 还真是一模一样的 范兄 不知道 你府上都住些什么人 府上除了一女红墙 并无他人 众爱卿心知肚明 卧朝历经八十余年 诸多击毙 已经到了朝廷 无法承受的地步 故隔心除毙 乃当务至极 先由范仲淹 替大家讲解革新方案 望众爱卿认真听讲 共同完善此方案 三爱卿 请为大家讲解吧 臣遵旨 臣蒙皇上信赖 参与正式革新 不得退去 今臣将从政多年思考 积紧于此献给皇上 供各位同僚参考 也恳请各位大力辅政 以求完善 革新第一项 严明官吏升降制度 仅文职三年一升 五职五年一迁 不问劳役如何 不看政绩好坏 只以资历为主 故官员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阴寻苟且 无所作为 贤语不孝并进 避而不去 则小人得志 坏而不治 则亡者失贤 臣恳请皇上降诏 今后官员升降 此下 需考核政绩 破格提拔有大功劳 和明显政绩者 撤换有罪 和不称职官员 革新第二项 严格限制 侥幸做官 和升官途径 现今京中高级官员 每年均可自建自家子弟 充任京官 故在京官职 但凡存一岗位 则争夺者数人 数十年下来 队伍庞大 高达百万之举 多为頑固 与平庸之辈 为了国家政治清明 减免财政开支 应该限制 高级官员的恩恩特权 防止他们的子弟 充任国之要职 弟弟 姐姐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许久不见弟弟 弟弟长高了 那是 听说你最近虽然 科举考试失利了 但是你帮助了金赵尹 抓到了血甲堤贩子 是啊 姐姐 姐姐 人家难得进宫 你也不问问人家 来找你做什么呀 本宫的弟弟 除了吃喝玩乐 还能做什么 姐姐 这你说得就不对了 你就不允许人家掌金吗 那你说说看 你看那个郡王 在那个巡察院 干得可神气了 我想让姐姐帮我也去 皇上那里 要个一官半职 我也想做一回那个 国 国家栋梁 对啊 弟弟果然有长进 知道有心成为国家栋梁了 对啊 姐姐很为你开心 不过 现在这个时机 范大人正在隔心除弊 要是这个时候 姐姐为弟弟要官做 恐怕不太妥吧 姐姐 你贵为皇上宠妃 为我谋过差事 真不是什么难事 再说了 谁会跟贵妃娘娘过不去呀 姐姐 你就帮帮我吧 求你了 姐姐姐 好好好 你就帮帮我吧 那本宫就去试试看 先找范大人问问 好 谢谢姐姐 这十项改革方案一一落实 天下公家之力必兴 生民之病必救 政治之弊必去 刚机之坏必弃 人人自劝天下兴致 各位爱卿 你们意想如何 什么 回皇上 这十策 完全符合朝廷根本利益 如果能够落实 定能带来兴旺之势 通过廉政 达到精兵检政 减少国家沉重负担 复国强兵 一针见血 臣 极力赞同叶昭将军之所言 臣等赞同 范爱卿所提十条改革措施 明政纪 亦侥幸 经供举 责长官均农田厚农丧 推恩信 修武备 众命令 简姚义 皆是朕继刚 辅到京士之良策 一一可行 望中外卿督促之行 吾皇英明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范大人 贵妃娘娘 不知道娘娘叫微臣有何吩咐啊 本宫知道 范大人公务繁忙就不绕弯子了 近日本宫来是有一事想求于范大人 是 倘若微臣能办之事 愿意为娘娘效劳 此事不需要范大人亲自劳神 只需范大人不过问便是 那娘娘所说何事啊 本宫有一个弟弟叫张规本宫一直希望他能有一份正当的职业历练历练 有朝一日能孝敬朝廷 可是他现在傅贤在家尚未有一份称职的职位 那娘娘希望令弟得到何种官职啊 大人您看 宣徽史如何 范某明白了 宣徽史虽然不是什么重要官职 但是微臣不能擅自做主 需要禀明皇上恩准 范某记下了 范大人的意思是 娘娘很快便知 请问皇上 隔心除弊是否人人均等 不用质疑 那隔心除弊是否皇上应该带头执行呢 范仲淹 你今天是怎么了 皇上去问问贵妃娘娘吧 张贵妃 她怎么了 娘娘要给她弟弟谋个宣徽史的官职 请问皇上 是否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宣徽史不过是九品官线 爱情不必在意 宣徽史虽然不是什么重要官职 但是微臣正在大力推行革新 改进人事制度 如果今天破例应允了贵妃娘娘的宣徽史 明日就有人破例要一个原外郎 难道皇上不知道上行下效 蝼蚁虽小却可以撼动参天大树吗 樊仲淹你 你放肆 你放肆 来 皇上 快 给朕准备洗澡水 怎么了 皇上 今日被人吐了一脸 赶快去浴池 备热水 是 谁这么大胆敢往皇上脸上吐啊 还不是那个樊仲淹 她跟我说你要给张贵弄什么宣徽史 皇上 臣妾以为宣徽史 只不过是一个九品小官职 你不知道范仲淹正在革新除璧吗 碰到她刀口上 自取其辱不说 朕脸上乌光哪 朕的爱妃带头破坏革新 那改革的工信力在哪里 皇上 臣妾一时糊涂 皇上革新除璧 臣妾应该带头支持范大人 支持范大人就是支持皇上 这个道理 臣妾竟然不明白 皇上 臣妾知错了 臣妾的弟弟不要宣徽史了 求皇上恕罪 对 起来吧 知道朕的为难之初了吧 那你还要不要宣徽史了 啊 范仲燕秉公执法是好事 朕马上给她下个口谕 告诉她 隔心除必失大 宣辉使势小 让她安心改革 爱妃 你能够通情达理 朕 甚感欣慰 谢谢皇上 殿下 殿下 这么急着把本王叫过来 什么事情啊 殿下 范仲燕暗中派人 调查您的财产 本王已经知晓了 无妨 殿下 您虽然一直低调隐忍 可范仲燕现在势力见盛 听说张贵妃 想为她的弟弟谋个职位 范仲燕居然告到皇上那儿 痛斥改革狱祖 那肚没性子 见了皇上一脸 可皇上 居然没有至罪于她 而且 居然还劝说张贵妃放弃了那个念头 这实在是荒谬至极 本王 兢兢业业上朝 清清白白做人 满朝文武 全都和睦相处 闲杂人等也都宽怀待之 在江湖当中嘛 也没有开罪过什么朋友 至于这个赌坊 是之前本王的母亲大人 于妃过世之后 前朝太宗皇帝特许开设的 虽然朝廷明令禁止 官员开设赌场经商 但是这个赌坊 满朝文武还有皇上 都是心知肚明的 那是 现在 范仲淹 受到皇恩浩荡 加严重 他风头一时无两 我们哪 只要推避三社 小心隐忍 便可自保 那是那是 我一直紧急殿下的主妇 规规矩矩地做生意 可现在这范仲淹明里暗里 查来查去 人一言可畏啊 对王爷您的声誉 损害极大 范仲淹要查贪污腐败 查的是本王一人吗 风声鹤唳之后 未必有什么实际的动作 可是小人觉得 小人觉得范仲淹 这样纠缠不清 一定会对王爷不利 是 小心一点也没有什么害处 尔等记住 喜清耳目 小心行事 是 至于我们这个赌房嘛 你要相信 皇上的心理 要比范仲淹更加地清楚 之前那个赵玉锦在赌房闹事 皇上还拿了他的银票 去给太后贺寿的 现在国库银子紧张 皇上只不过是想见 借贺寿之名打一打鸠风而已 朕廷啊 小不忍则乱大磨 你要成大事 切不可在人前 表露出你的得失之心 要不然满盘皆输 金记 之前 在赌房闹事的是谁呀 赵玉锦 不是 是害赌房输钱的那个引子 王爷问的是 羊肉馆老高的儿子 小麻雀吧 我听说 你看中了老高家羊肉的秘方了 王爷 小人不敢 那都是无稽之谈哪 小麻雀 那一日 小麻雀来赌房赌钱 赌了钱 赌了钱 只怪小人一时鬼迷心窍 想由此来敲诈老高 可是小人绝对没有让人 唆使小麻雀来赌钱 早知道他能招了赵玉锦和叶昭 这两个混是魔王替他出头 我这躲都来不及呀王爷 我这躲都来不及呀王爷 我这躲啊都来不及呀王爷 我这躲啊都来不及呀王爷 起来吧 本王现在担心的是 惹来赵玉锦和叶昭的另有其人 说不定 有人布好了局 等着本王酸哪 王爷 小人立刻安排人 暗中查试原位 现在风声很紧 你万事皆要小心 还有 那你安排的眼线怎么样了 王爷放心 一切妥当 好 有时刻保持联系 如果利用价值不高的话 随时撤换 是 您来 王爷 夫人 您辛苦了 喝点深茶暖暖身子 多谢夫人 夫人 这几日有没有四处走走 散散心哪 多谢王爷关心 说来惭愧呀 这些年你跟着我 两地奔波 实在是辛苦 不过江北州孤单无聊 还是东京城比较繁华热闹啊 不过是表面的繁华罢了 玉儿 委屈你了 但是本王向你保证 不过用不了两年 一定让你安安稳稳地 待在东京城尊相荣华 你罩羽 得一大 你罩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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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罩羽 你罩羽 我罩羽 迟早会抓住贪腐 对齐王不利 虽然王爷按兵不动 不愿与之纠缠 可咱们也得想想办法 陆爷 您有什么打算 把小柜子叫来 我有事吩咐的 是 一会儿郡王回来了 跟我说一声啊 去内屋喊我吧 我应该在那儿休息 小小子 小柜子 来了 郡王爷呢 郡王出去了 郡王出门你都不跟着 他今天例行公事开课会 很快就回来了 让我不用跟着 这个就是郡王爷的 心腹底吧 真气呗 你也跟着沾光啊 那可不 前次听说你认识 范大人家的洪强姑娘 写的一首好字 今日得空 带我去见识见识 好啊 正好我要去找她 走 走 洪强妹妹 夏子哥哥 你怎么来了 这位是 她就是我老跟你提起的小柜子 以前服侍过刘太后 现在在刘太夫府上当差 你们快坐吧 洪强姑娘果然写的一首好字 那是当然 你看这灯笼写得多好看呀 点上蜡烛挂起来可气派了 我经常听小夏子提起 说范大人府上 住了一个神仙一样 会写字的妹妹 我还不信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洪强姑娘举手投资不像丫头 倒像是哪个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 小贵子你言重了 洪强出身卑微 哪敢和贵族家的小姐相提并论啊 小贵子服侍过刘太后 什么名门淑女没见过呀 在我心里 谁家姑娘都比不上你 快别给我戴高帽了 都快被你俩给捧折煞了 洪强姑娘 你能把这个写了 花好月圆的灯笼送给我吗 要送也得先送给我呀 她是客人 自然是先送给小贵子了 给 谢过洪强姑娘 我再给你写一个便是 洪强姑娘 你还记得你给我写的那个灯笼吗 记得呀 我提着外出办事 让人花钱给买下了 买下就买下呗 一个灯笼买过来也就两三文钱 那个人买走你写的灯笼 却付给我三十文 三十文 三十文 嗯 姑娘的字挺值钱哪 哎 我有个建议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做点小买卖 有小夏子负责把灯笼买回来 在右红墙写上字 我拿出去卖 赚来的银钱 我们三个人平分 如何 听上去还不错 郡王平时上朝我也没事 正好有时间可以做这个 事情是好 可是恩师恐怕不会同意的 你的恩师比南平郡王还忙啊 每天范大人上朝 红墙留在家庄练字 大把他闲下时光 哎 反正都是写字 你在宣址上写和在灯笼上写 又有什么区别呢 嗯 我还得再想一想 嗯 红墙姑娘命好 有范大人照着 衣食无忧 可小贵子不一样 每约约历钱 都要托人带回去 给卧病在床的老娘 你不知道钱对我来说 有多么重要 喂 小贵子该死 忘了红墙姑娘是个孤儿了 没有家人 可姑娘和范大人情同亲人 姑娘就不想用自己亲属赚来的钱 为你的恩师表达一点消息吗 这主意挺好啊 正愁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都跟红墙姑娘待一待 如果真的出街卖起灯笼 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红墙待在一起了 我觉得小贵子这主意挺好的呀 红墙姑娘 你看范大人平时喝茶的茶具 都用得那么久了 你正好可以用卖灯笼的钱 给他添制一套新的呀 也好 我也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来报答恩师 过几日就是恩师的寿蛋了 如果可以用自己赚来的银两 为恩师添制一套新的茶具 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那就这么说定了 嗯 卖灯笼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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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赚了这么多钱 是啊 卖了好几个了 卖灯笼 看看灯笼吧姑娘 卖灯笼嘞 是 卖灯笼嘞 谢谢啊 下次再来 卖灯笼嘞 我就说姑娘的字肯定能卖大贱 新写的字 哎 夫人 看看这个灯笼吧 刚写的 嗯 姑娘啃到府上帮我写几个字嘛 嗯 价格好商量啊 我们姑娘的字 可是练了很多年才练出来的 跪着呢 你打算出多少钱 五十文 五十两银子 五十两 五十两 现在就收摊跟我走 最多一个时辰就完成了 写完字之后 保证天还没黑 好 好 我们陪你去 可是时候不早了 君王下朝 我要回去照顾她 要不小贵子 你陪这红墙姑娘去 行 那你去吧 你自己小心啊 可是 这些灯笼怎么办 姑娘不用担心 这些我全都买了 你们把这些灯笼 全都搬回府上去 是 夫人 那姑娘跟我这边走吧 我家老爷今天要出去喝满月酒 让我准备的喝礼我还没准备呢 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那你去忙吧 我随这位夫人去就是了 夫人 请务必照顾好这位姑娘 她的主人可是朝廷鼎鼎有名的 小哥请放心 我家是清白人家 不过是求几幅字罢了 等姑娘写好字 我自会派人送她回去 好好好 那有劳夫人了 好 那姑娘 您请吧 嗯 姑娘里面请 嗯 二爷 我把这姑娘请回来了 好 姑娘 快请坐 请问二爷要写什么字 不急不急 先喝茶 喝好了茶再写也不迟 一会儿天要黑了 还是先写字吧 也好 姑娘里面请 对 那就劳烦姑娘把这篇文章照抄一遍 论善君之策 这不是范大人隔心除臂的文章吗 是啊 范大人此次隔心除臂 朝野震动 现在京城里 但凡有些脸面的人 见面谈论的 都是范大人提出的改革举措 所以我也要加紧学习 与时俱进 就是抄写一遍吗 是的 你把这篇文章抄完 我立刻付你五十两银子 君王 君王 嗯 这字写得不错啊 哪儿来的 这是范大人家红强姑娘写的 红强姑娘 就是我们从青楼救下来的那个姑娘 她字写得这么漂亮 那是 红强姑娘 自从做了范大人的丫鬟之后 天天跟着她一起练书法呢 果然 这字跟范大人的 还真有几分相像啊 红强姑娘说了 她呀得到了范大人的真传 她跟范大人的字 不仅仅是相像 足可以称之为 以假乱真 这红强姑娘 她的证明 倒是有心了 听说范大人年少时 就时常连夜苦读 凌晨舞剑 半夜合衣而眠 别人都在赏花看月 她却在四书五经中寻找快乐 再有就是擒练书法 经年累月的练习 如今已成已绝 多少王公贵族 重金求个她的字 她都不愿意出手 那范大人岂不是很傻 你懂个屁啊 范大人跟本王一样 不喜欢孤名钓鱼 换做本王也不会做的 我看 也没有人愿意花重金 求购郡王的字包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本王随随便便 写两个口头禅 也价值千两银子呢 有道理 郡王说的是 到时候啊 人家把宣旨一扑 笔墨伺候 郡王大笔一挥 嘎嘎写下几个字 什么字啊 屎鹤狼臭宠癞蛤蟆 我呸呸呸 你 你 郡王 这就是你的口头禅啊 小夏子跟了你那么久 比你背得还顺量了 花好月圆 开着灯 聊着天 看着它缓缓地写赞 好 猜猜我是谁啊 老太公 一猜就是你 没意思 没意思 一下子就让你猜着了 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大老远呢 就闻到你身上的烤鸡味了 是吗 这是我孙媳妇范儿娘 给我做的烤鸡可香了 我够意思吧 我专门给你留了个鸡腿 真的 我忘到家里了 老太公 你下次要记得带啊 下次一定给你带 我今天在街上啊 看到你和 我我我我 老太公 今天街上的事不许说出来啊 我我我我 为什么呀 都是有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反正要是你说了 我就告诉别人 我看到你在赵太妃的中药里下毒 放了好多辣椒 那我不说 我不说 这还差不多 对 那个姑娘 哎呀 姑娘可以说 卖灯笼的事可不许说啊 看来 你是喜欢这个姑娘了 这都被你知道了 可是红墙姑娘太优秀了 小瞎子配不上他 他正眼都不会看我一下 你啊 又傻又笨又呆 傻笨呆 其实啊 这件事情是有秘诀的 什么秘诀啊 小瞎子 你这脸上 这么有块脏东西啊 我又没吃烤鸡 哪有脏东西啊 我去找找 不不不 看这儿 看这里 我这里 就有镜子啊 发现秘诀了没有 没有啊 发现秘诀了没有 怎么这么笨啊你 看看看看 我如果跟红墙姑娘说 她脸上有脏东西 让她在我的眼睛里照镜子 这样 她就能正眼瞧我了 你开笑了 原来是这样啊 老太公 太聪明了 受教 受教 是吧 我聪明 我聪明吧 我太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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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回家吃烤鸡去了 给我留点啊 你等着吧 好 红墙姑娘 你脸上有脏东西 别走别走 你看 我这儿就只镜子 你看看看 是不是是不是 你看看 我 wär着想了 不是 我真的太酱了 你可不不来 你可不出来 你可不离我了 你可不不得了 你可不或了 我可不离我了 你可不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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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可不离我了 你可不离我了 咱们回来了 辛苦姑娘了 二位小心 磨叽未干 还是先放在这里晾一晾吧 无妨 无妨 好啊 好好 天色已晚 不如我现在送姑娘回去吧 有劳夫人了 姑娘请 姑娘这边请 陆爷 事情已经办妥啊 自己和范仲淹的一模一样 足以以假乱真 以如此则可制宿 而强大下 范仲淹 我就不信搬不倒你 那我得到的这些鬼 也就是这些鬼 而你一切太好 可以 那你很难的 以前是很难的 真心的 有点啊 云妹 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啊 本王不知啊 本王今日千头万绪 你看江北来了急报 说连日大雨形成水患 夫人 有什么事情你跟本王直说 本王今天有很多药物需要处理 过几日还要回到江北 如果天灾形成人祸 到时候朝廷是要责罚本王的 你说呀 不打扰你了 我认为了 其词 我认为是有点放在江北 海南 我认为是有点的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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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生会想起 虔诚 这一世 绝不清眼离分 愿你的拥抱 记得我的体温 在我心头 磕下你的指纹 爱都很认真 才算不忘 此生 我愿对你崇祯 一直能换情深 感激之欲见 似我平坏之身 纵然世界编纷 敌不过你严重 天真眼神 我愿对你崇祯 我愿对你崇祯 披致能换情深 感激之欲之人 我愿对你崇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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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祭 不在无伤痕 放下此次 对你俘首成真 纵然辜负天下 不负你一人 此生的牵挂 唯有你 耶